德国最近发表了一个对中的政策 我觉得他们的外交部长贝尔伯克 讲一句话很好 他说因为中国在改变 所以我们要改变 那为什么台湾还有很多人都不改变 这个穷则变变则同 我又一直在想那个电动轮椅 哇有影片乱帅的 你的医师魂又上升 电动轮椅开起来时速可以快20 这其实蛮快的 他们又改装可以更快 改车改车椅 都要8加9 好那个德国的政策是这样 就是最近面对越加强势的中国 因为我们本来知道啊 德国其实在这个欧洲的各个国家里面 算是稍微比较亲中一点的这个国家嘛 那之前乌俄战争的时候 德国要不要跟俄国就是撇清关系 还有跟中国的这个互动 其实也很多人都在关注 那最近他们终于开始说了 指中国是体制对手 是伙伴竞争者 可是呢德国会需要降低经济依赖的风险 他们讲得很保守啦 不是脱钩 可是你如果去审视德国这边历来的外交发言 跟所谓的经济战略发言 可以知道这已经算是一个进步了 德国开始意识到中国的危险了 那这一份共64页的中国战略里面指出 说中国已经改变了 因为中国本来是以这个经济 说要当世界的工厂 来跟大家去做互动嘛 可是因为最近乌俄战争 包括说习近平上任之后 他种种这种 一党专政的这个把权力抓回去党 甚至抓回他一个人的这个趋势越来越严重 所以中国已经改变了 那由于这一点以及中国的政治决策呢 我们会需要改变跟中国打交道的方式了 但这个战略里面是这样子讲的 特别还特别讲了说 中国对欧洲的依赖性正在持续降低 可是德国对中国的依赖性 近年却更显重要 因为德国需要迫切的降低风险 为什么 德契在去年对中国的投资 还有115亿的欧元 也就是4000亿的台币 其实创立年新高 所以他们开始意识到这个现象了 非常依赖中国的状况之下 要慢慢的脱钩慢慢的脱钩 那最后特别讲啊 德国的外交部长他有说了 台海是全球经济的生命线 特别的有提到台湾 这份战略里面 提到台湾的次数其实有10次以上 表示说各个国家都已经开始注意到 这个台湾中国跟这个全世界的互动 有什么样的关系了 那我们特别提到 其实每次来94好像都会讲到这些事情 就是目前哪整个世界 已经是民主的阵营开始要结盟 跟专制阵营要站两边了 那台湾在这个时候到底要站在哪一边 其实都很看我们自己台湾人民的表态跟意愿 这不只是政府的事 这是所有人民的事情 你看光是像是清白礼的礼长 这样子在座谈会里面公开的这样咒骂美国 对于国际来说 如果他们有看到这个新闻 他们就会觉得 这个是台湾一个民选出来的民意代表的公开发言 这个在国际上是有分量的 那我们继续看 美国智库里面也有特别提到 就是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主席是Fontaine 他特别说到 保持中立是神话 各国将不得不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出选择 就是可以 克文哲不是讲说美中等据吗 美中台等据吗 对 克文哲讲出美中台等据之后不是被骂翻吗 很多人说他根本搞不清楚国际现实 结果他又公开的说了一个说 我后来发现好像民众听不懂美中台等据 所以我就下令叫民众党的人不要讲了 所以你就看他这样 自己丢一个东西出来 然后被骂之后又找一些借口 不正面去面对自己外交国际等等的知识的缺乏 这个Fontaine又特别指出 川普时代施压盟国不得与中国企业合作 这些强硬的做法 我们本来以为换了总统 不知道会不会民主党 他的做法比较软弱一点 结果到了拜登时代是依旧如此的 那今年年初的时候 日本和荷兰就屈服 不能说屈服美国压力 民主同盟站在一起 跟美国一起不出口晶片给中国 韩国也同时受到了压力 不填补任何的供应缺口 这个零合游戏不仅是限于经济决策 阿拉伯的联合大公国 在美国的压力之下 也叫停了在中国当地的港口的建设 所以看到其实全世界的各个国家 不限于哪一个大洲 其实都是对于美中的贸易战 有相应的措施的 那我们再继续看 英德两国最近也公布了 对中国的战略文件 这个战略文件里面特别提到 台海是全球经济的生命线 可以发现就是 刚刚讲了德国 讲了美国 讲了日本 韩国 荷兰 然后讲了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现在我们来讲一下英国 英国讲了什么 他说德国虽然表示 仍然遵循一中政策为基础 但是强调台海是全球经济的生命线 刚刚写过了嘛 那发现英国的地方啊 其实英国政府报告指出 中国的规模 野心 还有能力 已经让它可以深入到英国经济的每一个领域了 其实这个我们在疫情期间的时候 就有很明显的感觉到 因为英国是这个公医制度嘛 那其实武汉肺炎爆发之后啊 英国其实接收了非常多的中国来的资金 去帮助他们的疫情救灾 可是目前也可以看到全国的这个产业链交换的过程之中 我们各国的这个药物的生产链 其实发现有非常多国家的原料药都是在中国生产的 那目前其实各国家也都想办法要跟中国脱钩了 最后一个北约 提到北约就是北约忧心台湾变成乌克兰 所以邀请亚太的四个国家参与峰会 那这个动作就让中国感到剥离心碎了一地 他们说反对北约东进亚太 那北约在这个会议中就有特别提到啊 他说今日乌克兰发生的事情 明天可能会在亚洲重演 那就跟刚当初乌俄战争刚开打的时候 台湾很常讲的嘛 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 所以其实乌俄战争相对的也是帮 帮助台湾唤起了全世界对于这个 中国跟俄罗斯这个专制政权 对于全世界的影响 那再继续讲 在11日的时候 北约峰会登场的首日啊 该联盟就发布联合公报 里面特别陈述了 31个盟国对中国威胁的共识 所以可以看到是非常多个国家有的共识 公报里面表明说 中国的野心还有胁迫性政策 对欧洲大西洋安全挑战 构成挑战 那尽管北约跟中国的这个建设性往来 是保持开放态度的 但是中国到现在 他还没有很明确的表示 他跟俄罗斯之间是没有脱钩 甚至是中国还有陆续的想要 占这个俄罗斯的便宜嘛 因为他们乌俄战争开始已经败仗了 那中俄这个深化战略性伙伴关系 强化破坏国际秩序的企图 跟北约的价值和利益 也就是民主自由的价值 是背道而驰的 我刚刚放了非常多的新闻 跟国际的这些战略报告 其实就是一个结论 就是全世界的国家 目前都注意到中国的威胁了 那注意到中国威胁的时候 我觉得有一点价值观的差距 就是说有些人会觉得 我们要赶快站队 赶快站在民主跟自由的这一边 可是有一些投机者其实会想 我其实在福茂这个讨论的时候 也深有所感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 福茂是中国想要 以金统战的这个让利手段 可是很多人会说 让的利 利也是利 那这个钱我不赚白不赚 但是我必须要 很实际的提醒大家 就是现在这个东西 已经不是你觉得 钱就是钱不赚白不赚的程度了 它是会有很多后果的 我们已经到了一个 不得不选边站的时候了 那到底是要像 清白礼的礼长一样 说我们都是中国人 跟中国站在一起 还是我们应该要民主国家 直接张开双倍 欢迎美国进驻 这个是大家都应该要有 心里面的答案的 我可以讲一下笑话吗 因为各位如果看今天的股市的话 这个应该不是笑话 今天股市是在台积电的带领之下 我们的股市其实发展得很好 为什么呢 是因为全世界的半导体 超过60%都是在台湾 特别是高阶的 几乎全部都是在台湾 可是中国没有半导体 现在又被刚才新代所讲的 包括美国 日本 荷兰 这个光雕机也好 反正就是不让中国有这样机会 中国做了什么事呢 中国准备要来拍一部神剧 叫做我的中国心 芯片的心 对对对 这个厉害 然后他说中国研发国产 DUV光科技成功故事 大陆神剧 我的中国心即将开播 这因为太可笑了 所以被中国人 他们自己也觉得看不下去 这个7月10号 本来要上映 都找了一堆俊男美女 然后在那边演偶像剧 后来他们自己都笑死 真的是笑死 所以停播了 中国现在的DUV 可以量产成熟技术 是90奈米的 连40都不到 你就继续中国心吧